明依在线 华人权威视频健康平台 这个问题我问得非常好 咱们平时生活中也是老百姓的经验 感冒了以后 尤其是冬天感冒了以后 大家都会买一瓶可乐 然后切几盆生姜 然后这么熬着喝 而且喝了对于一些分寒感冒 确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其实咱们刚才也说了 中医把这感冒 会分为分寒感冒 分热感冒等不同的类型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手势感冒 或者气血感冒 气虚感冒 或者血虚感冒之类的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感冒 都适合喝这个 那个姜思可乐 只适合那些风寒感冒 风寒感冒的时候 它是受了寒血的 而且这个生姜 它这个性质比较轻温一点 它是容易让人体体温升高 或者揍力 就是体的毛孔打开 然后把这些寒血 及时的排出去 所以说它对风寒感冒 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如果说你遇到风热感冒 体内或者体外热的一塌糊涂 再喝这些比较新热 比较容易上火的这些 姜思可乐 或者是生姜大枣小的水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